大家好,现在继续来一场三国战绩天下一统版 现在张辽来到了第二关斜骨道这里 斜骨道这里是特别的地盘 我们来看张辽如何把它征服 现在先把这些障碍物打爆 打爆掉 这一招打得还挺远啊 像发飞镖一样,直接把人炸到,就别让 蒸脚机 现在小兵都要爆这么好的东西嘛 感觉有点逃给力啊 也没有吃啊,张辽机 现在撤离机出场,哇,就出了三个撤离机了 但是名字改动了,改什么大一发的啊 这就是,嗯,有点搞笑啊,这名字改的 再次招安状 史迪残业帽子没有打到血啊 好,现在是无限的连起来 四个呢,刚才我只看到三个,现在突然是四个呢 四个大一发的啊 也就是四个撤离机 哎,现在已经撂倒两个了 非常快啊,张辽打起来 好,张辽用一把电剑啊 哎,又撂倒一个 现在只剩下主怪了 应该会比较好打很多了 但是小,会出小兵啊 那几个撂倒以后会 小兵会出来啊 也就特别烦人 哎,张辽的伤害现在是大大增加,非常高啊 好,一下电死了啊 张辽拿了一把电剑 现在撤离机已经被顺利打败 四个撤离机也是很快的打败啊 这个张辽肯定是练习好久啊 GO!GO!